最近事情比較多 所以啊我的頻道比較少更新 不過呢這個呢是我去年2022年 去離冷林道的一段影片 我們現在瞭解一下登山車騎離冷林道加露營是什麼樣的狀況 離冷林道從台中的古關離冷部落進去 一直到造林最後路段是50公里 在0到6公里之處呢 有一個鐵門讓一般的汽車機車無法進去 也就是從6公里開始必須要用徒步或者是騎腳踏車的方式 本影片的行程就是從6公里開始一直到37公里處 我總共花了三天兩夜的時間來回 然後在林道上面住了兩天 本來這次行程是有打算一路騎到49k的啦 但是啊因為中間呢噴了裝備找裝備然後找水源也花了時間 所以最後啊時間不夠了我就直接停在37k處了 所以我的行程是第一天中午從0到6k處整裝出發 然後騎到15k處過第一夜 第二天再往裡面騎到37k的公條處過第二夜 第三天早上在沿路騎出來 大概在下午一點多的時候回到6k停車處結束 1,382公尺 Alright 還有300公尺今天就收工了 趕快騎喔 騎一個小時40分 這裡1480公尺 其實看起來有一整排的處數 葉子都已經掉光了 所以這次12月中來 算是有點晚了 早點來也許 可以看到 他們紅葉的樣子 紅色的葉子掛在樹上的樣子 0到6k起點處是1000公尺高度 那上到今天 的營地處是1500多公尺 所以今天這個半天一共上升了約500多公尺 1531公尺 電視機營地 這裡有水源 營地還蠻大的 電視機 今天下午出發是有點晚啊 那我從7點騎到這裡呢 這個營地呢 大概是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第二天早上7點中繼續開始 往裡面騎 最後 有一個不錯的風景 引到 岔路口 梅元山 岔路口 過了18k之後 稍微平板的路 趕快再往前騎一下 又會在 抖升300公尺 隻字形的抖升 抖升完之後就是2000公尺 那不去抖升之前會經過這個 鐵門 來到我上一次覺得超級漂亮的一棵 松樹 前來過去品味一下 這棵森樹 這棵森樹佔的位點很好啊 風景非常好之外又一式獨立的感覺 這棵森樹佔的位點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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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這個第一個 隻字形彎道這裡有沒有 往前走啊 好像是個林道的舊路 如果去看老地圖或者是 甚至Google的地圖 這裡其實都還有路 往前的話會一個 隻字下坡 然後會接到一個叫做梅元管護所 林務局梅元管護所 不曉得長什麼樣 上這個陡坡之前先去看一下這個舊路 不過看起來已經完全消失了 只有一個儀式像是 一個非常陡的 小徑 看起來連登山客來走都覺得 可能都有點困難 21K 現在大概 爬升100公尺 一公里100公尺 10%的 上升 然後是這種 超爛的碎石路 陡坡水陡啊 不過 旁邊 旁邊 種的這些樹看起來也屆 四五十年以上 柳山看起來是相當 有規模了 這是 22K里程牌 現在高度是 1909 好 總算第二段大陡坡全部結束了 看到這個林道岔路 應該是他們去 造林的 新開的路 看到這麼大條路 還記得往右邊走 那 那目前一直一直到 公寮前面 是 比較不會有陡坡了 下一個陡坡在 20球K之前 24K啦 24K啦 這個就是公寮 那我記得水呢 公寮大概就在 24K過了之後 水就是這裡 非常下 我有比沒有好在這邊先把水壺裝滿 剛才各位看到那個山壁上面其實沒有水啊那是因為那個 24K的公寮呢有那個 工作人員在那個山溝上面裝了大水塔然後引了水管到公寮裡面所以其實要用水的話 那要取水的話在現在的話是在那個公寮裡面使用就可以了 八仙山 登山口 大概只過了里程排25K之後 大概只過了里程排25K之後 這裡的高度是2011公尺 大部分去八仙山應該都是從 八仙山的北邊 遊樂園那邊進去 從南邊這邊進出的應該是 非常少 那麼根據我這一次里等林道的經驗來講的如果 我需要保留體育或者是我騎不動的時候 那我大概 要下來牽車 那在這個里等林道 10%的坡度的這樣子的一個 碎石 林道路面來講的話 我 如果上升100公尺的話呢 我推車推100公尺大概要花25分鐘的時間 以我如果是騎車然後以不摔倒為前提的最慢速度來講 我再怎麼慢也會比牽車還要快 所以呢 牽車的速度就是我整個行程裡面 行程最慢的速度 這樣子來去抓 抵達的時間呢 也還算是蠻準的 那麼像林道這種 碎石路啊 他的10%的坡度啊 其實跟國遊路是完全不能比的 如果這個 在山下要練車的話 我個人覺得像 敵人林道這樣子啊從6K起點是1000公尺高度 到整個林道的最高點2350 這中間要上升1300多公尺的高度 那 這樣子來看的話我們平常在 這個 家裡練車到底要怎麼練呢 那麼平常在自己家附近後山的這種 柏油路啊 要練習的話我個人覺得你能夠在 三個或四個小時之內能夠上升2000公尺 在柏油路上面能夠上升2000公尺 大概還可以算是 符合來 離冷林道這樣子上升1300多公尺的一種 體力跟耐力的需求 但是我個人覺得騎林道呢其實不只是有這種 所謂的馬拉松區間的 長久的這種耐力 這其實就是練這個跑步或是騎腳踏車在講那個有氧區間 那有氧區間當然很重要 當然對於一個維持這個 長時間的 這個 一定水準以上的活動 一定水準的爬坡是很重要 但是呢我個人覺得還有一個 騎林道一個更重要的就是那個無氧區間的爆發力 這要怎麼說呢因為 林道上的石頭大大大小小的石頭 路面非常的崎嶇 所以呢有某一些的這個 陡坡呢 他其實有各種各樣的障礙在小大小對輪子來講大小的障礙 在這個路上 那其實 所以你的這個那個 腳的出力啊其實是不平均的 有的時候你需要非常大的力氣呢來 把輪子踩過那 踩下去的把那個輪子碾過那些石頭 而又要以不落地不摔車為前提這樣子來維持一定的速度往上騎 這種 大石頭的碎石路 大石頭的碎石路來講的話 你還蠻需要一種爆發力 也就是呢那個騎腳踏車講的無氧區間 或是跑步的那種 劇烈劇烈跑步的那種 臨時需要的那種力量 而像離冷靈到這樣子呢其實在陡坡上面就存在這種大大小小的需要你臨時的 撐個20幾秒的爆發力 來把這個 惡劣的路框撐過去 那一旦撐過去 之後呢也許你可以放鬆一下然後踩慢一點 然後讓自己身體心跳回 回復了一些之後 那再去準備下一次的這個衝刺 而事實上呢整個零道上面就是這種 大大小小的長 長度不一長短不同路程的這種 小的障礙 需要你用 很強的 或是很多次的 無氧區間的爆發力來把它征服 另外來講就是這個 因為我這個是三天兩夜的這個 騎單車露營的一個活動 那中間有這種高張力的這個爬坡呢 當然能夠完全克服是最好 不過呢我覺得 也不能忽略下午的這個營地工作 營地工作其實包含蠻多的 包括取水啊 包括搭帳篷啊 包括 我要生活了 還要 這個生活煮飯還要撿財 等等這些 營地的工作 其實也是蠻耗體力的 所以啊 就是在白天騎車的時候不要一開始或者是 不要把自己身體弄得太累弄得下午 停下來的時候變得完全不想做事 那其實到最後呢 到黃昏的時候就會覺得做什麼事情都很懶散 那是想做的 休息而已 然後天氣又越來越冷 那那感覺其實蠻不好 因為你就覺得很累 所以那個整個大白天呢就是 亮麗而為啊 當然體力越多越好啊 因為在山下越練越 越 精 精實當然是越好 可是如果發現說自己有點騎不動啊 或是怎麼樣就不要 不要太勉強 畢竟 晚上 黃昏的 營地工作的事情還蠻多 所以要特別的注意 漆黑公寮 看起來搭新的公寮 看看有沒有水 如果這裡沒水的話 下面那個垃圾路 下去 應該有水 你站在這邊你就可以聽到水的聲音 過了27K的廢公寮水源之後 接下來還要再上升 150公尺 路也是很不好走 陡坡 大概跟剛才 那個1700到2000公尺的那個陡坡差不多 不過他比較短150公尺 這個第三段陡坡真的是 非常的陡啊 那我大部分其實都還是用錢 因為早上找裝備跟爬第二段陡坡我實在已經覺得有點累了 我想稍微保留一點體力給後面的入程 這個 27K以後的這個陡坡 他剛剛要爬升到 218 2190或2200的地方 才正式結束 這段 雖然短啊 你剛才那個爬300還要短 但是 非常陡啊 而且 石頭好大顆啊 真的是受不了 我接下來會有一個一段平路 看這個 照臉照了 很不錯 我 如果辛苦了上來總之要有點回報嘛對不對 非常優美的一條路 在過了剛才的那個斗坡之後 這段真的是很不錯啦 所以我想說的是呢 那底等林道的精華路段其實都在他比較高的地方 所以呢一定要想盡辦法的撐過前面的這幾個斗坡 雖然你撐過前面兩個斗坡呢 到第三個斗坡之後呢 其實路就會變得比較平比較舒服一點 或是說比較平比較舒服的路就會變得比例比較高了 尤其是你在過了最後一段斗坡之後 那個2300多公尺的那一段頻路就會真的非常的舒服 所以無論如何一定要想辦法撐過前面這幾個斗坡 30 大概到了2200多公尺之後呢 那兩旁邊的森林底下就開始出現了一些建築物 所以這個地面上的植物看起來就有點不同了 其實呢 右下有一個公寮 阿不要跟得下去好 那是公寮 把木林都辦公寮 那我們繼續往上 從這裡開始呢 這應該算是第幾段 上到2300公尺的最後一段爬坡 應該是會爬個70到100公尺 我們看看現在的高度是2200 也是不太好久 來不久就一個31K的牌子 也許還可以再騎一陣子再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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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車 啊算了當我沒說 可以吧 看來又可以再騎一段 OK 現在高度是2227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最後一個陡坡 看起來結果不太好久 所以剛剛那個其實還不是 因為我中間還騎了一長段的平路 上升了20公尺 繼續用牽了吧 最後一段了 上升80公尺而已 70公尺 33K 這種不合理的坡度啊 唉 終究是給汽車用 給機車摩托車的我看都不太可能 我經過了這個 我經過了這個 有一些登山記錄像指的這個林道上面 所以充滿了枫葉 片地枫紅 可是我看這個看起來不像枫葉啊 從牠掉下來的葉子看 從牠掉下來的葉子看 好吧算是枫葉吧 我差點以為牠是褚樹 我看起來還是要來晚了 我看起來還是提早個兩三個禮拜來看 看看有沒有 紀錄裡面說的 片地 蜂紅 是那個沒有掉下來的葉子 那種蜂紅 不是那個已經掉在地上 看到一棵 葉子還沒有掉光的蜂葉 蜂樹 然後牠的後面呢 有一棵非常巨大的兩棵 樹 不知道是不是日本柳山 那看到那個呢 就表示 第四段爬坡快要結束了 特別停車下來和這個片地的蜂葉照幾張相 OK 這個就是 OKOK 這個就是紀錄裡說的片地蜂紅 是不是 OK OK 好啊 這個就是所謂的片地蜂紅 是吧 Not bad 比較好啊 34K 差不多啦 最後一段陡坡就要結束了 最後一段陡坡就要結束了 好現在高度是2338 算你2340好了 你看 GPS多少會有落差 所以 看我另外一支標寫什麼 它寫2334 差不多 差6公尺 好 所以 這裡 這裡 這裡就算是2335好了 等到你爬到2330到2340中間 就表示 所以 離冷淋到的 爬坡已經全部結束了 剛才天氣有點冷啊 現在這一路都是我要停一波就下坡 所以我換上了 長袖長庫了 我來解釋一下啊 為什麼會出現這一段平路啊 那這一段離冷淋到呢 平路呢 大概是 六公里左右 啊 它其實是 一個 以前 八仙山 林鐵的 軌道的位置 各位可以看到 那個圖標上面 這一個 標的位置 以及 這個是 舊的 1920年代左右的 日本地圖 上面的黑線其實就是鐵道的位置 哇 好大一棵樹啊 好大一棵樹啊 真漂亮 我才說 我穿好防風裝 結果就出太陽了 我穿起來還是兩棵樹 哇 真的很多枫葉 風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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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我在最後一個陡坡結束之後呢 我換上了 防風衣 防風 穿長褲 帽子也戴上 同時我把我車子 座椅的 高度降低了 因為接下來不太需要載了 在爬斗坡了 降低比較舒服一點 35K 37K的地方有一個水 去查看 如果那個水源行不到的話 那今天我就會 我立刻 回到剛才27K中午去 前面的那一棵樹 今天氣象預報啊 就有說 下午會啊 下一點點的小雨 還是Windy做的 但是 看起來是 應該是沒有雨 但是起霧 好 好 好 不過這個 鹽壁區 不過 看起來有點扭霧 可以想像一下 以前 日本人的830鐵 走到一個 沿地的時候的 傾向 正領火車 運柴火車 哦 這個很好 今天或許會有一些什麼意外 人生意外 不過 這個 很夠了 很夠了 非常好 好 我們繼續走 好 現在有一些雲物 但是 一下一切都好 很難 做得到 有些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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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有些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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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不過今天先找到營地再說 我們繼續往前 我們臨道支線可以去爬旁邊的一些山樑 不過名字不是記得很清楚 那既然是給鐵路使用 它的坡度就絕對不會非常抖 所以這一段才會特別出現比較平緩的路 至於敵人領導的前面跟後面 可能都是後來國民政府來了以後 用運財大卡車在使用的領導 所以他們就不太在意坡度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把路都蓋得很陡 事實上在前面29K之後 也有一小段路其實也是蠻緩的 蠻平的 那我去對照了這些古地圖 也發現那裡其實也有可能是以前 森林鐵路經過的地基 然後現在他們利用以前已經存在的鐵路 鐵軌的地基再來改成現在的領導 好 37K 37K這附近有一個舊的廢棄公寮 跟那個27K一樣 山坡下面全部都垃圾 零五級這樣都不行 外包工程要確實做好收拾才行 這裏真的是很優雅 好 你要接近吃水的位置 要留意一下 不然誰今天呢 有收工啦 下午3點差不多啦 下午3點差不多啦 今天打算停在37K這裡 但是37.5K這裡的水源 看起來是乾了 這裡有兩個溪溝我都看過了 往上往下都看過了 看起來都有水管 但是都是乾的 啊 沒關係啦 我還有行動水 一公升 節省使用 反正明天都下去了 晚上在這裡雜影的時候起了霧 那林道看起來就特別的神秘 那林道看起來就特別的神秘 有不齊的松樹 松樹每天看著空景啊 是 很 第三天早上就回城 第三天早上的天氣其實非常好 跟昨天下午起過來的起雾的零道的感覺 今天回去 由於風景跟昨天差很多 所以路又非常的平 風景非常好 所以我在這段路有非常多時間的影片來給大家欣賞 陪我一起省油這個漂亮的零道 就像我之前說的 這段2380公尺高度附近的這段平路 其實是整個里等零道最美麗的一個路段 那當然它前面有一個蠻有三四段非常陡的陡坡 但是只要有辦法克服的話 你上來這裡絕對會覺得不需此行 那事實上我昨天停留的這個37K公寮的這個位置 再往前走就會慢慢的往下下坡 那到最近十幾年那個里等零道都還有再往後再繼續延長 那他們會走到最後的50公里的地方 那個位置是在1600公尺左右 所以如果真的要走的話 你就會從這個2300公尺一直下降到1600公尺 然後再騎回來 所以我想等我下一次體力再練好了 然後中間不要再發生什麼意外 比方說要去找裝備找水這種突發事件發生的話 我相信我下一次應該會想要把整段里等零道騎完 那如果以一個三天兩夜的行程來講的話 其實騎完並不會真的有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我們仔細的算一算 我這一次的行程從第一天中午下午開始騎 騎到這個所謂的電視機營地 那我那一天的上升高度是500公尺左右 那第二天我從電視機營地開始騎 騎到最高點2380公尺 所以我總共大概是上升800公尺 然後後面就一路下降了 如果說我可以一路的騎到這個49k路底的話 那我基本上就已經沒有任何的上波了 所以呢那一天的上升高度 第二天的上升高度就是大約800公尺 然後第三天如果我從路的50k路底再騎回來的話 那我的實際的上升高度就是把 這個2380公尺到1600公尺這段路的再騎回去 所以呢其實也就是在騎 六七百公尺左右 這意思就是呢我每一天上升的高度呢 每一天爬升的高度大概就是600公尺到700公尺 這樣子 所以呢在山下如果能夠維持這樣固定的體力 然後這個露營能力也很好 一起注意安全的話 我覺得三天兩夜來騎離很明道 加入營應該是非常舒適 而且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昨天這幾棵樹呢都藏在那個山藍雲霧裡面看不到 那今天回程看著覺得喔 他們的形態也是相當的特別 也是很上鏡頭的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這個冬季12月一個三天兩夜的 離冷林道的露營行程以及騎單車行程的一個總心得報告 好那我口說的部分就到這邊結束 一直到影片結束呢大概約還有個十多分鐘的時間呢 這個是我放著我這個第三天回程的時候騎的這一段 也是所謂的鐵路地基的這個平坦的這個 零到這一段的這個影像 那我覺得他非常的漂亮 那大家就安靜的欣賞 那也感謝各位的觀賞 我們下一回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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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YK 我去找你 啊 一余一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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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